6點35 6點40 好 那這一位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布丁 大家都用過我們的服務 那 呃 2011年啊 呃 台灣有兩場活動啊 因為報名導致網頁伺服器當機 一個活動是這個 呀 呃 今年4月 另外一個活動是這個 拍完照了嗎 這個比較重要這樣 OK 好 我想我應該還有時間 那 回到案發現場 呃 當初是這樣啦 就是CostCup說 我怕那個DDOS會 干擾到其他活動 那 請你們要注意啊 我說DDOS沒有問題啊 那Punch Party 那個150個人一分鐘就報完了 沒有問題 然後 這個話顯然有非常大的邏輯錯誤 就是事後回想起來 沒錯 我果然數學不好 就是 呃 N個人搶150個票 跟N個人搶800個票 這完全是不同數量等級的事情 呀 然後 那今天沒有辦法 Open Source No Open Data這樣 那 我們伺服器數量是一個 然後 不過其實它是Lino 1536 還有 這待會可以講故事 就是 呃 當天六點半 開始有人狂tap了 然後非常快樂 呵 然後 八點正是開始報名 八點四分被打趴 呵 原因是因為Rails不夠用 因為我們Rails後面 你知道一G的RAM 可以跑到Rails 呀 然後 所以 Android S還沒有掛 然後開始噴502 然後所以我們就 重開Android S 欸 看起來有好一點點 可是 一分鐘之後 又被打趴 然後 然後 可是好像還好 接下來有人報名成功這樣 大概是夜面QI那邊 然後 30分我們又重新開一次 欸 這時候 50個人在37分鐘後 就報名完成 然後 39分鐘之後呢 然後 然後 2 many open files 然後 呃 看到PANIC 然後 我們就進行Single Use Mode 那 很快樂的重新調整設定 那 待會兒會跟大家講設定的部分 那 重新開機 那很尷尬 因為我們機器611天沒有重開過 然後 進入Linus 自動開始SCK 開始修硬碟 那 顯然沒有人 在那時候敢按Ctrl C 呵呵 那 就只好乖乖等它重新開完 獲得寶物 欸 Linus去年有送五一二Megaran耶 呵 然後 報名就開始很順暢 因為調了一大堆的參數 然後 可是呢 9點04分的時候 葉平跟我說 欸 那個我們暫停報名一下 然後 場外商議 商議完畢之後 好繼續報名 然後 9點08分 開始重新報名 然後接著我們調一下Q 然後發現說 慢慢的開始消化掉 然後 12分的時候已經 319人報名完成 然後 呃 大家看過Lutron的頁面嘛 就報名頁面其實沒什麼東西 沒什麼東西 然後那個 那時候流量是2.6 oh my god bit per second 呵 然後 呃 20分的時候已經報名 634個 然後接下來822 850 Yeah 完成 那 當下的CPU跟那個流量狀況是這樣子 就是平常其實Lutron沒什麼流量 然後當下忽然被打到爆 那個CPU240% 那 呃 不過我們發現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 當那個如此艱難的情境下面就是 有一些奇怪的IP就是 Success Assess就是全部SS1這樣 莫名其妙在這麼艱難的情況下 他可以Assess2萬次 這樣 呵 然後只打給 給大家看HTPLOG 其他LOG就不用看這樣 像感情 那如果你要做PostCup的網站 你大概知道這件事情就是 首先你 第一分鐘你應該可以撐200個IP連線 這應該沒問題 然後10分鐘之後 從200個變成700個 然後接下來LOG沒有空去看 然後因為我們AeroLOG太肥了 呵 那調教經驗 調教經驗 調教經驗 首先就是Victor應該在現場 那個當 謝謝Victor Victor在哪裡啊 謝謝謝謝 還有在嗎 非常感謝 他當下提供一下文件 事實上我們也找到了 所以就是當下調好的陳述 然後 接下來是我們之後做的事情 就是靜靜思痛 一台伺服器 但是雙全難敵四手 所以能用錢解決的問題都不是問題 所以開始賣LowBalancer 然後開始有一些基本的架構 然後報名流程頁面之後 希望可以改用說 就原本是MN Cache第一 然後事實上我們完全沒有做Cache 然後因為大家報名的時候 序號是要獨一無二 所以事實上是Lock Table 所以事實上我們沒辦法快 那改用Radys做Lock 這是目前預計會做的事情 不過還沒上線這樣 然後法戰完畢歡迎指教 講那個不要問我Source Code在哪裡 這樣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好那我們Lighting Talk 就到這邊這樣子 那之後是閉幕 我看一下 連鞋好 你說